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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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通过我们大型的吊装设备啊 将这些大家伙像拼搭积木一样 一块一块地搭建上去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呢 是在2022年的7月6号开工建设的 计划呢是在今年年底 完成硬件设施的建设 而且呢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 也实现了设备和系统的国产化 技术我们也自主可控 而且建成后呢 这里也将实现一网感知态势 一网指挥策发 一网智能运维的高效管理模式 大工程的建设 离不开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 今天我们就来认识 山东青岛港的特技技师郭凯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他不断地超越自我 成功实现逆袭 山东青岛港 世界第四大港 也是中国第二大外贸港 220多条航线 在这里交汇 每天进出船舶一百多条 货物吞吐量达一百九十多万吨 今天郭凯被紧急抽调过来 进行一艘外贸散货船的清舱作业 这艘装载了17万吨铁矿石的散货船 每个船舱有半个足球场大 舱壁有四五层楼的高度 卸船机抓抖作业后 舱内各个边角还剩有七八万吨铁矿石 由于沾了雨水 铁矿石十分粘稠 粘在舱壁上 给装载机清舱带来很大的难度 单组工友连续奋战了十几个小时 眼看着无法在计划时间里完成任务 腾出驳位 队长紧急抽调来了郭凯 把这个船舱每个甲水放完以后 把这个货能粘干了 粘干以后到最后清舱的时候 我们能边边夹甲能清得更干净一些 这台自重三十多吨的大型装载机 轮胎就有一人多高 在清舱作业时 郭凯的视线被缠斗挡住了 缠斗和舱壁的距离 只能靠手感和经验来判断 而郭凯把装载机缠斗和舱壁的距离 精准地控制在了一毫米 如果距离大于一毫米 壁上的矿石就难以刮干净 小于一毫米就会刮到舱壁 刹车 油门 落大壁 起翻斗 郭凯一连贯动作 行云流水 人车合一 净准度 需要我达到哪一个点 碰哪一个地方 一下就把它给 用巧劲把它碰下来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我能做到心中有数 您那边什么进度 我这边几四个鸭子就出来了 最后收尾了 保证安全都行 凌晨1点 郭凯提前一小时 完成了清舱作业 保证我们这个货桌 漂浆过海运来的货 颗粒归舱放到我们队厂里 17年前 郭凯来到青岛港 成为一名装载机司机 当时 他往往会在舱壁 舱角 留下半米厚的矿石 这些门门人太臭了 舱角上留下几点 甚至十几点的货物 全块我们英零网约数 都买一个和他配合的 一听他来了都短了点人 从那时起 郭凯跟车叫上了劲 每天操作方向 油门 挡位 上万次 一遍遍地看位置 练手感 找诀窍 不到半年时间 郭凯从臭手变成了高手 凡是他倾过的舱 效率提高了七八倍 郭凯的心得 被总结成标准工艺流程 在班族推广 港口船舶作业效率 提升了近10% 每年节约燃油 人工成本200多万元 工艺都知道 他的现在托车水平是一路的 听点得够熟 他说第二没跟应该说第一 然而 郭凯并没有止步于此 世界一流的港口 就要世界一流的效率 郭凯整天琢磨着 怎么继续提高效率 用装载机把舱壁清干净 做到颗粒归舱 但郭凯不认这个理 他用装载机铲皮球 用装载机开啤酒瓶盖 绝活越练越细 曾创造了一分钟打开30个啤酒瓶盖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公司允许的清仓壁厚是30厘米 而他做到了3厘米 他的这套操作法 也成为青岛港推广的装载机清仓柔性操作法 郭凯所在团队 曾创出铁矿石接线 每小时10607吨的世界最高效率 已经连续22次 打破铁矿石卸船效率世界记录 为了进一步提速智慧绿色港口建设 2020年3月 青岛港干散货智慧绿色码头项目立项 组建起一支信息化创新团队 郭凯接到了一个新任务 负责流动机械的自动化远控改造 我需要微动作 一定有微动作 微调一下 从我们这个技术人员来讲 我可以让这个车最终能动起来 至于动的怎么样 后期怎么满足在生产需要 它在这起一个绝对性的作用 郭凯把自己的经验和技能标准提供给程序员 让程序员编入程序写成指令 实现装载机的远控清仓作业 然而一开始就遇到了挫折 他不了解我 包括我的操作 包括我的现场作业工艺 我不了解他的调试 我不了解他的一些比例 所以说刚开始的碰撞 是特别特别的苦恼的 他说他的 我说我的 都是老是对我的一起去 装载机成为郭凯和团队成员的 移动实验室 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 他们累计采集了八千多条数据 形成了完整的数据链条 实现了装载机的远控清仓作业 之后他们又相继完成了 清扫车 拉掘机的自动化改造 为干散货 智慧绿色码头 九大机种自动化改造 顺利投产 赋予全新的智慧心 我们平衡度也好 我们不断地去挑战自我也好 你只有这样 你全身的心的去干 才能真正地看出 我们中国制造的创造性 建设世界一流 港口的目标 也一定能够实现 五一假期接近尾声 明天就是五四青年节了 在这个属于青年的节日到来之际 第27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评选结果也揭晓了 我们共同来看一看 这些受到表彰的青年和集体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年决定授予马晓云 切阳十姐 邓小燕等30名同志 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授予航空工业审飞某型舰载机研制 罗阳青年突击队 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日喀泽边境管理支队 珠峰边境派出所 中国船舶集团第708研究所 两栖攻击舰研发设计团队等 19个青年集体 第27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受到表彰的青年和集体 是新时代青年的杰出代表 是全国广大青年学习的榜样 他们把与祖国共奋进 与时代共发展 与人民共命运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 镇刻在科技创新 乡村振兴 基层服务 应急处突的火热实践中 忠诚践行了情党放心 强国有我的争争誓言 充分彰显了不负青春 不负韶华的时代担当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 我们来关注一下返程客流高峰 今天全国铁路 公路 水路 民航 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1935万人次 计划开行旅客列车 11993列 水路方面 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150万人次 比2022年五一假期最后一天 增长129.51% 民航方面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保障航班 16247班 环比增长2.32% 预计运输旅客203万人次 比2022年劳动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增长了424.5% 4月29号到5月3号 民航预计累计保障航班 8089班 与2019年劳动节持平 公路方面 全国公路网今天将处于高位运行态势 预计今天的15点到19点 全国范围内将迎来路网通行高峰 全国高速公路拥堵缓行路段 分布范围比较广 大多集中在京津济 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 成余地区等 根据北京交通部门的预计 今天下午部分高速公路 进京方向的车流量 将会逐渐的攀升 那此时正是中午时分 目前路上的返程情况怎么样 我们马上来连线 正在京城告诉北京段 主收费站的总台记者张景 张景您好 目前进京方向的一个通行情况怎么样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应急张刀 还有各位观众 跟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北京现在的高速公路的一个路况 我所在的这个是一个 高速公路的收费站的一个屋顶平台 从我这个方向就可以看到 京城高速目前的一个路况情况 那京城高速是从北京城区 到北京的淮柔命运灯郊区 然后再到河北的承德 乃到东北方 中国的东北部 这样的一个大动脉吧 所以说到这边地方 如果说是自驾游的话 肯定要通过我们 我所在的这个京城高速 那京城高速的现在 从我们的镜头一看 靠近我这一侧的 就是进京方向的这个车流情况 目前呢 相对是很通畅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不仅是我所在的 这个收费 主收费站的这个一个情况 包括我们刚才看了一个监控 整条路段 就是北京段 目前都是一个相对通畅的情况 而且整个北京高速路 在这个时间段 目前也是一个相对通畅的情况 目前还除了个别的点位 有像事故车辆 包括那个交通事故等等 可能有一些变红的一个小点位 但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原因 其他的呢 整体都还好 但是啊 随着这个车流量的 返程车辆的增加 我们这个北京市的交通部门 也做了一个提示 在昨天的时候 大概再过两个小时 今天下午三点多之后呢 可能相关的 进京热门的 你包括像我所在的京城 京哈 京港澳 京开等等 进京方向的高速的路上呢 就可能有会有这个 到车辆排队的 甚至乃至到缓行 甚至是拥堵的一个预计情况啊 那么相关的部门 其实在整个假期呢 也是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 包括我们是首都公路发展集团 他也在咱们相关的这个高速路段上 设置了43个应急保障点 有800多人呢 是24小时假日期间都是待命的 如果说道路有破损 附属设施有损坏 包括如果有一些事故 那也可以配合着交警部门 进行一个应急的一个处置 那此外呢 他们还是配备了12辆的轻障车 如果说遇到一些事故 没有及时地叫到这个轻障车的话 他们也可以提供一些免费的 应急的一个服务 那我在京城高速主收费站 这个情况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的 非常感谢张景发回的报道 我们刚刚关注的是 北京高速路往目前的一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上海的路况 目前上海各个进城入口的交通流量 在逐渐地增多 总台记者宁婉婷 正在重要的一个进城入口 马上来连线她 婉婷您好 目前上海的一个返程客流情况怎么样 我们看到有一些拥堵 整体的一个通行情况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主播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40护闪高速崇明段 那可以看到 我身旁的这个车流量 已经是有一些拥堵了 往上海市区方向的车流 正在缓慢地向前 那其实这一段呢 也是上海每逢节假日 进城和出城 都是最为拥堵的一段路段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呢 来 大家请看 我手边的这张路往示意图 崇明岛是上海的一个生态岛 每逢假日期间啊 很多上海以及周边的市民朋友 会选择到崇明岛进行一个短途的自驾生态游 那么这也会导致崇明岛这个区域 在短时间内车流量有一个迅速的提升 G40护闪高速是连接江苏南通启东到上海市区 一个最为主要的高速路 那从崇明岛返回上海市区会经过我们所在的长兴岛 那接下来会进入上海长江隧道 在长江隧道内啊 车辆的最高限速是由100公里每小时 会调整到80公里每小时 因此呢 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长兴岛服务区的这个路段 交警部门呢 也会采取分时分段的限流措施 这也会导致我们所在这个路段容易发生拥堵 那可以看到我们前方的交警啊 正在通过设置这个锥形桩的方式 将三条车道并为两条车道 那让这个车流能够有一定的减速和限流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在车流量这么大的情况下 还要减速限流呢 其实呢 长江隧道它的通行能力为3600辆每小时 当车流量达到4500辆每小时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趋近了一个饱和的状态 那在这种状态下 车辆是极易地发生碰撞 追尾等等的交通事故 隧道内没有应急车道 一旦发生事故 很容易发生大面积的拥堵 这也会导致整个G40高速交通不畅 甚至会对后续的事故处置啊 包括应急救援力量的到达都将产生影响 因此呢 交警方面呢 也是通过实时监测隧道内的车流量的情况 让这个在隧道前 车流量能够有一个适当的减速和限流 像水龙头开关闸门一样 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为的呢 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隧道内 事故发生的可能 让车辆能够在隧道内平稳通过 这样一来 从整体上来说 其实是缩短了整个车流返程排队的时间 那为了应对返程高峰 交警方面也是加大了在路边巡逻车 包括交警脱引车的这个投放的力度 确保一旦有事故发生 能够迅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那今天呢 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 我们也从上海市交通指挥中心 路网返程提醒了解到 五月三号全天 重名段往上海市区方向的车辆 将会超过七万辆次 这是一个很高的数字了 那从今天早上九点钟开始 可能一直预测会持续到 今天晚上的二十二点 都将是这样一个拥堵的这个时段 那整个G40重名方向 都会是高位运行的状态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 遇上拥堵不要着急 一定要听从交警部门的指挥 保持车距安全行驶平安到家 我们在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主持人 好的 谢谢婉婷 我们在假期返程 不仅要关注路况 同时要关注一家天气 在这要提醒大家 今天黄淮西部 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 有中道大雨 可能会对部分路段造成影响 提醒大家提前了解服务信息 谨慎驾驶 另外呢 今天长江中下游 到江淮地区的大范围的强降水 也会对民航运输造成影响 目前在京广大通道上 来往的航班 需要进行一个大范围的绕飞 京户航班绕飞较小 目前全国的航班正常率 已经出现了下降 今天的19点以后 强队流天气将会进一步地加强 从湖北区域逐渐地发展 影响江淮地区 这将对京户航线和京广大通道造成影响 这个五一假期 全国旅游市场可谓说非常的火爆 跨省游 省内游 出境游 都非常的火爆 据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的统计 4月29号到5月2号 跨省游客占比为23.6% 省内游客占比是76.1% 出境游客占比是0.3% 其中出境游客规模相比 节前一周日均涨幅超过44.4% 另外由港澳去往内地的游客规模 相比节前一周 日均涨幅超过了18.4% 而由内地去往港澳的游客规模相比 引起张涛两位好 我现在就是在甘肃兰州西库区的河口古镇 已经到了中午啊 其实已经有部分的游客是已经进了道路两边的农家院 然后吃起了柴火鸡 但是呢街道上仍然是热闹不紧 就我刚刚拿到的河口古镇今天的游客数据图 大家可以看到从早晨的八九点开始 游客到达这里之后呢 到中午现在这个数值呢 一直还是呈现这个上涨的趋势 其实就在今天早晨啊 我还去停车场看了一下 除了有兰州本地的车辆以外呢 也多了一些周边省市线的车辆 河口古镇和黄河相依相威 如果说啊 在黄河的上游放置一些没有动力的羊皮筏子 而这些筏子呢 就会自然的顺流聚集到这里 所以呢千百年来这里就形成了古渡口 而且呢发展起了这个商贸重镇 一些丝绸之路 或者说是唐波古道的商人呢 携带着他们的货物 在这里雕汇贸易 所以说呢 河口古镇它其实是见证了 丝绸之路的兴盛 游客到这里来呢 不光是可以感受到黄河文化 也可以感受到像河口古镇 这样的丝绸之路驿站 当时的盛景 可能大家 哦 已经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造的身后是 一支身着古装的边缘队伍 这个其实就是在五一前 古镇特意编排的 从他们的着装可以看到 是来自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 使节以及商人 包括其实我还注意到前面 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个独轮车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细节 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个独轮车 它上面堆的是茶叶以及丝绸 这个是前往西域的 而另外一个上面呢 是这个香料以及玉米 还有辣椒 其实这些农村正是通过 丝绸之路前往中原的 而且啊 这个整个表演队伍有33个人 而专业的演员呢 只有12个人 剩下的20多个人呢 都是当地的村民 他们长期在这里表演 在家门口呢 就可以把工作找了 把钱赚了 而且当我站到这里的时候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听到我身后的这个背景音啊 这个表演用的音乐 除了有这个乐器以外 还穿杂着一些商贩的叫卖声 比如说游乎炫要不要尝一箱 烧烤来一把等等的 而其中提到的游乎炫啊 就是河谷古镇典型的特色面点 在我旁边其实就有这个一个摊贩 把面首先烫 烫完之后抹上这个胡麻油 然后撒上自己喜欢的香料 在这个平底锅里面 烙大概一分钟就熟了 现做现吃 而且呢 在旁边就是一些花膜 大大小小不等 花膜用到的香料更多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认识不认识 像这个是姜黄 这个是苦豆子 这个是胡麻 红蛆 玫瑰花 花椒叶 还有忍子 其中很多香料啊 它其实就是通过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来到这里的 所以说大大小小的这么一个摩摩 其实也是思书之路 物产交流融合的一个缩影 河谷古镇是紧邻着黄河 所以呢也深深地烙上了黄河的印记 游客到这里来 不光可以看黄河 吃小吃 也可以感受传统的文化 因为河口古镇 黄河的水运比较发达 当地比较富裕 每分到了节价式的时候呢 都会举办灯会 而灯会所用的灯 就是像我旁边的这种古沙灯 它的骨架是用传统的这个损老结构 把沙摘到上面 然后在沙上面进行作画 其实制作周期还是比较长的 所以呢现在 这边也开发出了这种 快拆快装的简易版本的古沙灯 也方便游客来进行体验 今天呢 当然我们也是 要在一个古沙灯上面写个字 把来自黄河岸边的祝福呢 送给各位 古沙灯的主人张老师 我们写个啥呢 如意 写个如意是吧 好 来 好 我来写一字 好 那我们呢 也是把这个祝福送给大家 祝大家如意 平安 好的 主持人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世文 假期最后一天 河口古镇依然是节日氛围 非常浓郁 再次祝大家平安如意 接下来我们要去 新疆喀什古城去看一看 喀什是很多人来到 新疆旅游的一处必经之地 这里集结了新疆的 各类风土人情和美食 五一七仙 这座多彩的古城 也吸引了很多 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 那此刻总裁记者张敏 就在喀什古城 我们马上来联系他 张敏您好 来 带我们走进 喀什古城去逛一逛 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好的 主持人 那么来到喀什古城 随处都可以感受到这里 当地人多彩的生活气息 那么喀什古城呢 不仅是一个不收门票的 危机景区 还是当地人日常居住的 一个地方 那么此时此刻呢 跟随我们的航拍镜头 慢慢走近 您可能会被这里 包罗万象的建筑所吸引 那么肯定大家这会儿 都想问我 到底在古城的什么地方呢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喀什古城的 一家茶馆的二楼 我们在这里呢 不仅可以喝到 当地特色的茶饮 还能听到老艺人 用维吾尔族乐器 弹奏的动听的乐曲 那么来到茶馆 当然是要喝茶了 那么今天呢 我也给大家准备了 两款比较有特色的茶饮 一款呢就是这个薄荷茶 它呢有着提神醒脑 清凉解暑的功效 我们喝的时候呢 用小勺加一点蜂蜜 调节一下它的味道 好了 来尝一口 哇 清凉可口 那除此之外呢 给大家再推荐一款 就是这个调味茶 那它呢是用红茶为基底 再搭配上这个肉桂 豆蔻 小茴香 玫瑰花瓣 等十多种配料配置而成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再搭配上这些精美的茶具 再来一块当地特色的糕点 就可以享受一顿 惬意的下午茶了 那在五一期间呢 来这个茶馆的游客 也是非常的多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坐下来和当地的人 聊聊天 喝喝茶 不仅可以感受到 他们的生活气息 还能更好地体会到这里的分土人情 那从茶馆下来呢 我们就到了一个胡同 在这个胡同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墙壁上装饰的精美的花饰 而且呢 还有参差错落的一些花 那游客来这里呢 就可以来观光打卡 还可以留下一张属于自己的 喀什古城记忆 在我的手旁边呢 是一张凉床 来到新疆你会发现 很多维吾尔族家庭的门口呢 都会摆放着像这样的一张凉床 那它呢 也是当地人在夏季时 避暑乘凉是用的 还可以在茶余饭后时 闲坐聊天 游客走累了 也可以在这张凉床上切切脚 在这个胡同走的时候呢 我也发现了 有很多喀什古城的老的记忆 随着我们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手旁边呢 有一个木制的车轮 还有木制的窗 在旁边呢 还有一个在以前旧墙基础上 翻新过的墙面 那它呢 也是用传统的工艺所翻新的 我们可以看到墙面上 还有一些麦草杆 那么这些呢 也可以让游客 更好地了解 喀什古城的历史 在到这个胡同走的时候呀 我就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羊肉味了 快看 我的右手旁边就是钢子肉 那钢子肉呢 也是新疆的一道特色美食 来喀什古城的时候 一定要尝一尝 我们看这里面的羊肉块的大小 由我拳头大了 再加上这个黄萝卜 番茄 香菜 胡椒粉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炉子上 焖煮半个小时 就能尝到这一份美味了 那我先来尝一尝 这个钢子肉的味道 鲜香美味 我们吃钢子肉的时候 还得配一块这个囊 才能感受到它真正的美味 那么来喀什呢 喀什古城各个街巷都能体会到 淳朴的民情 分土人情 那么五一期间呢 来古城游玩的人也是非常多 此时此刻呢 站到这条车水马龙的市井长巷 我感觉到人流量呢 要比上午的时候更多一些 那么据了解呢 从五一期间到今天上午呢 喀什古城共接待了 27万人次的游客量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来喀什古城逛的时候呢 它逛完它得需要 30多公里上百条街巷 怎样才不会在这个 古城迷路呢 答案就在我脚下的这些地砖上 我们看像这样长方形的地砖呢 寓意着就是它可以通向居民家里面 除此之外呢 再看我左手旁边 这种比较窄一点的长方形的地砖呢 寓意着这个里面呢 就是死胡同 过不去了 那么我们来喀什古城 还能体验到什么呢 跟随这些会说话的地砖 我继续带着大家去找寻 好的主持人 把时间交回给北京演播室 好的 谢谢张敏的介绍 逛完了古朴厚重的古城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 浙江绍兴的新昌县去看一看 大家在古装影视剧的取景地 拍照留影 比划上几个招式 满足自己的武侠梦 再去小吃街大饱口福 在夜幕降临之后呢 还有沉浸式的夜游项目 能够让大家感受传统文化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 总台记者到新昌 去看一看当地的旅游消费新亮点 山水秀丽 仙气十足的新昌 一直都是众多影视剧的取景地 今天我们将跟随武侠剧里的情景 探访江南最隐秘的江湖 这里有武侠的世界 这里有诗人的脚步 这里有画中的美景 这里有古差的灵境 还有你曾经梦想过的江湖 你可能没有来过新昌 但你一定不会对这里的风景感到陌生 因为许多景点都是热门影视剧的取景地 因为这边挺有名的 而且这边不是影视剧啊什么的 都有在这边演吗 对 所以慕名而来 那个少林寺对吧 在这拍过是不是 然后打卡同时还可以去吃一点美食啊 比如说像吃我们的这边的特色啊 春饼啊 像这种炒年糕啊 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在新昌小吃不下百种 游客在逛完热门景点后 一定要来新昌南街一宝口福 因为小吃总能沉淀出当地的风土人情味 展现出特有的烟火气息 我现在呢是在新昌的小吃一条街 快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 哇 这里好多人 我们看一看是什么 请问这里在排什么 啊 玉角 哇 这个新鲜出锅的玉角 我来尝一下 嗯 很糯 很有嚼劲 好吃 锅拉头是当地特色 我们去看一下 听说这边这个东西特别好吃 而且尿特别足 里面嚼切口感很脆脆 所以就特意过来吃这个味道 我看这个很像北方的煎饼是不是 对 是又跟北方煎饼有点区别 但是它这个表皮加了很多脆脆的脆皮 然后尿很足 在新昌十九峰白天可以打开影视剧的取景地 半晚夜幕降临仿佛进入了梦幻之境 游客不再是单单的普通观众 而是可以沉浸式的参与互动 参与剧情 召唤一龙 召唤一龙 来了 新昌依托影视取景地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打造出一种新的消费模式 让游客愿意来也留得住 五一假期 湖南长沙各大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 同时城市里的湿地公园 也有不少人来休闲娱乐 长沙洋湖湿地 这几天就接待了大量游客 公园里不仅是水清暗绿环境优美 同时还有多块足球场地 这也吸引了很多孩子和家长 现在我们的总台记者李彦均 正在现场我们来连线他 彦均过节好 哇 真的是好美啊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好的 两位主播好 那整个五一假期呢 长沙的天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友好 前两天更是开启了体验版的初夏 这会儿呢是有点转多云 应该说是更适合出行 不过呢 现在正好还是在饭点 所以这会儿的人气应该说是稍稍有些降温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在洋湖湿地的花海的核心区域 这个季节呢粉红色的月见草是开得非常的漂亮 包括我们整个直播点也是被这样一片花海所包围 我们在这样的闻香赏花的环境当中去做直播连线 感受也是非常的放松和舒适 像今天上午很多装备齐全的游客就会选择来这里拍照打卡 放风筝等等 另外呢我们还发现啊像今年露营是特别的火爆 很多家长约上三五个好友在带着孩子过来 边吃边聊边欣赏极致的花海美景非常的介意 好 我们再把视线拉远一点 那么整个洋湖湿地一共是六千多亩 水系很发达 绿草皮上点点的红花香点缀 连绵起伏成千亩花海 这种粉粉的色调呢美得漫不惊心 那像今天的这样的天气的话也是非常适合的出行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一上午总结来说 就是如果说前几天的外出旅行是假期正餐的话 那么今天最后一天在家门口的休闲 可以说得上是一道饭后甜点 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关键字 这第一个关键字呢就是近 漫步在这样一片宁静的花海 感受幽静的自然环境 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度过假期的最后一天 也好收收心 然后好迎接明天的忙碌 这第二个关键词呢相反是洞 在我们直播点斜前方大概200多米远 有一栋白绿相间的建筑 那是杨湖的足球体育公园 这个五一假期呢上演了200多场足球比赛 一千多个青少年儿童在这里 在球场上面挥洒汗水 虽然他们年龄都不大 但是呢在球场上面 个个都是生龙火虎拼尽全力 感受了一把畅快动感激情的假期 那么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这个数据啊 杨湖诗迹在五一假期前四天的时间 一共是迎来了10.8万人次的游客 那很多人来到这儿呢 都会非常惊讶于这里的颜值和变化 杨湖过去叫做杨湖苑 是个蔬菜基地 但是经过城市的统一规划 治理和建设之后 现在这里成了一片鸟语花香 水清暗绿的湿地公园 拥有350多种湿地植物和300多种动物 环境非常的好 这个假期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旅行体验 园区所有的人员都是全员上岗 在现场值班值守 引导游览的秩序 那么除了我们附近的足球场呢 附近还有像美术馆 影像馆 游乐场等等 全部都开门营业 那据我们了解 像有的场馆 为了更好的服务游客 还灵活地延长了开放的时间 今天下午将是假期的最后的时光了 这些场馆人气依然非常的旺 很多人还会前去这里参观 在光影和绘画的世界当中 度过一个不一样的假期 好的 两位主播 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好的 谢谢燕君 家门口的休闲游 度过一个别样难忘的亲子时光 我们的特别节目稍后继续 大连是北方重要的海产品货源地 也是国际海产品中转地 每天凌晨很多靠海产品为生的人们 就开始在海上码头市场上忙碌着 为最新鲜美味的海鲜上架进行着准备 这个五一假期 大连的海产品交易量大增 总台记者探访了凌晨的海鲜批发市场 记录了市场里一个个忙碌的身影 凌晨一点 在大多数人还沉浸梦乡的时候 辽宁大连辽宇码头附近的水产品交易市场 已是灯火通明 每天多达近百吨的海味 从全国各地输送到这里 商贩们熟练地对海鲜进行着分解 超快的手速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两甲全的 蛋壁的和半斤以下的分解开 一分钟能够分多少钱 一分钟能分50钱 69岁的李明卖飞蟹有30多年了 每天都是凌晨12点半开工 一直忙到早上8点 无论刮风下雨全年无休 不少老主顾市场一开门 就直奔他的摊 好货是要抢的 这个五一假期 活鲜的交易量明显增加了不少 小猫这个 那什么一会儿给你装理的 刚才这个都是鲜活的 挖挖的这种 王红颜出摊不到一个小时 就卖了200多斤八爪鱼 特别好 给你的 八爪鱼触角上有吸盘 贴哪 粘哪 刚开始卖海鲜时 王红颜只能一只只往下拽 耽误时间 流失了不少客户 为此他苦练抖八爪鱼的绝活 现在只要找准方向 把握好力道 一箱八爪鱼不到十秒 他就都能给抖下来 现在卖得特别快 快到什么程度 有时候就是 那边鸡帐的大姐都鸡不过来 凌晨两点多 市场交易进入高峰期 进出停车场的货车 也出现了短暂的拥堵 靠近通道和出入口的黄金地点 客流更大 货更好卖 大家都想抢占 刘青州的工作 就是让各种车辆 都能最快速地停到规定区域 要看先来后到 还要兼顾品种货区 好不容易找好停车位的吴军成 急匆匆赶到货仙销售区 今天他要采购2000斤飞蟹 和400斤左右的皮皮虾 这其中有不少 是当天就要空运发走的货 吴军成和表弟吕洪伟 经营的海鲜摊 在距离粮宇码头24公里外的 新长兴海鲜市场 这里是大连城区最大的海鲜市场 不仅辐射周围的居民区 不少酒店后厨和单位食堂 也来这里备货 每天早上4点半左右 新长兴市场门口 会有专门送货去机场的车 来来来 把推车推过来 这天量挺大的 这个货现在是给上海的客户捡的 4点半这个货必须从运发走 现在把这个冲着氧气 马上挡好了 还有一件货 马上挡好了 五分钟 五分钟 咱们是每到过节就这么忙 对 一到过节就特别忙 你看昨天几乎飞鲜是1500多斤 今天是2000多斤 明天大概得最少得进3000斤的货才功败 吕洪伟在人生最失忆的时候来到大连 和表哥一起白手起家 从海鲜小白 一路做到现在拥有了自己25平米的海鲜摊位 他们每天起早摊黑 经营着方寸之地 为市民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创造着自己的美好生活 虽然累一点 工业文明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尤其是城市的发展 离不开工业现代化 重庆大渡口区曾经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 1938年为保存民族工业 汉阳铁厂西嵌到大渡口 这就是重庆钢铁的前身 1965年为服务重庆钢铁建设 大渡口正式社区 逐步发展形成了 以钢铁冶金为主导的工业体系 2011年重庆实施环保搬迁 原来的老厂区在城市规划改造中 变身成为了重庆工业博物馆 打卡工业遗存 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这家博物馆 重庆工业博物馆 依托原重庆行钢厂工业遗存建设而成 走进博物馆 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 走进重庆工业博物馆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这个大家伙 那他也是镇馆之宝 是在清朝末期 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从英国购买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上面 还有1905的字样 就是在1905年的时候制造的 后来从宜昌是运到了重庆 这台蒸汽机也是有250吨重 所以他也是为重钢的生产发展 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2011年重钢实施环保搬迁 随着重钢行钢厂2700毫米中板炸机 将最后一块钢板炸制完成 老重钢钢铁生产线全面关停 留下大量工业遗存 在试拆还是留的选择中 重庆选择了留 决定将重钢行钢厂部分工业遗存 打造成重庆工业博物馆 关永勤介绍 原重钢行钢厂保留的工业遗存 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生产厂房 生产设施 二是相关的机器设备 我们面前的这个就是 重钢70年代使用的 项铁蒸汽火车车头 当时的重钢老厂出的 号称十里钢铁 就是内部的产品原材料的运输 就在这个内部的铁路交通网线上 通过蒸汽火车实现的运输的任务 这是1940年 钢铁厂签建委员会生产车间旧址 也是重庆现存最完整的 抗战时期工业遗产建筑 如今这里布设了钢魂主题馆 呈现了钢铁厂签建委员会 从成立西迁至重庆大渡口 并在抗战大户方坚持生产 支援军工的辉煌历史 1955年的时候经过多次更名 最终就更名为了重庆钢铁公司 我们从这里的老照片上就可以感受到 当时老重钢厂区 还热火朝天的一个生产场景 而且当时呢 它也被称为了叫做十里钢城 走进博物馆的主展馆 一件件标注着第一的工业文物 展示着重庆辉煌的工业史 这一辆的话就是 嘉林他们生产的第一辆民用摩托车 CJ50 别看这个看起来不太奇眼 但是的话在当时它出现以后呢 是风靡一时非常火爆 所以用现在的话说 就叫做当时的爆款产品 如今 重庆工业博物馆 已成为探寻工业文化的地标 经常会有中小学生到这里参观研学 目前 重庆工业博物馆二期已经开工 而大渡口区正在建设的崖县步道 会将码头 高炉 工博 古镇等串联起来 打造两江丝岸别具特色的沿江纹履带 那么二期建成以后 我们将引入工业设计 文化创意等这些产业 来带动整个片区的发展 在五天的特别节目当中 我们推出了五集打卡工业遗存系列报道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时就发现 不管是市民还是游客 来到这些工业遗存打卡时 他们是又感慨又兴奋 因为这些工业遗存 保留的是中国工业的历史 这里有过去劳动的记忆 更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美好生活 劳动创造 这句话不仅仅是过去时 也是现在时和将来时 感谢您收看新闻频道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那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次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也祝大家反程顺利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